诶 这个店不开了 对啊 转账了 哦 转账多少钱 三十万 三十万 诶 你是老板吗 我不是 他是 哦 他是老板是吧 嗯 你想不想做老板 我想 想做老板 我现在教你一招 是 瞬间把这个店拿下 你变成老板 变成老板 我教你啊 比如说他这个店是不是转三十万 对 那你告诉老板 你说我给你付三万块钱电金 一个月以内把这三十万补齐 他愿不愿意 愿意啊 他转谁都不是转 还不一定能转出去呢 三十万对吧 那我怎么给三十万 我有方案啊 你这个店一天顾客 大概有多少个 大概五十个吧 五十个人是吧 那OK 我给你一套活动方案 一个月满满高高 举个例子 五十个顾客 有个顾客进来了 你告诉我这个顾客 你说 充一千块钱 得一千块钱 再送一千块钱 还反一千块钱 那我们不是都亏本了 那顾客要不要我问你 先解决这个问题 肯定要啊 好顾客要 让我们解决 怎么送的问题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活动 充值一千块钱 他就得了一千块钱啊 卡里面有一千块钱吗 对 来送一千块钱 不是送的一千块 是送他一千块钱的鸡蛋 鸡蛋 对啊 你这个是不是超市吗 送他一千块鸡蛋 这一千块钱的鸡蛋 不是一次性拿走的 是每次来拿二十个 他可以拿一年 每次来买菜的时候拿二十个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锁住顾客啊 嗯 锁住很久了 两年时间全部锁住了 这叫做 他付够 满一千块钱怎么理解呢 不是给他满一千块钱 是给他一张卡 这个叫VIP专项卡 这张卡他每次过来的话 消费可以抵扣里面的百分之十 比如说我今天消费一千块钱 这张卡里面就可以抵一百块 我这样讲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如果要消费完这张卡 那他得用多少钱 得用一千块 哪一千块啊 百分之十得用一万块钱才能 他再用完了 你再给他一张 牢牢地锁住顾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OK 这样的方案你愿不愿意搞 愿意 如果你来搞这样的活动 一天五十个顾客 你能成交多少个家的会员 三十 三十个是吧 那三十个每天三万 那一个月呢 九十万 九十 应该数学跟体育老师学的吧 你明白了没有 等一下 你干嘛 我不转 你还得问我老板 这个电影不是你的 对吧 激动的不得了 他还没说呢 老板 你刚才就听到了是吧 听到了 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可心呢 可心啊 那这个员工说他要做老板 对啊 先不讨论这个话题 是吧 我们先讨论你这个店 你要不要再转了 要不要自己再试一试 要再说一下 是吧 虽然这三年过来很难搞 但是我们还是真的要有信心 死马当活马医 实在干不下去 再说嘛 有一句话送给你啊 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你得好好思考 甚至要把你的生意 搬到抖银上去做 抖银做了吗 做了 做得怎么样 做得不怎么样 做得不怎么样 所以说你们俩到时候 抓到我直播间 进到我直播间 我好好教教你们 好吧 好 思考一下 要不要再开下去啊 好的 谢谢